备货魔女搭配抹修上衣 再来个黑色包囤裙 然后搭配时尚的大耳环 脖子上挂着黑色的线圈 再来一个红色高跟鞋 留着一头白金色卷发 手里拿着红酒杯 要不今晚陪我喝一杯 这种性感又成熟的女孩应该是很多人喜欢的吧 那清纯妹妹就是娃娃领上衣 搭配可爱的JK短裙 穿着卡哇伊的堆堆袜 配上清纯的玛丽真鞋 当然还需要一个甜美的发型 还有可爱的萌妹草莓发卡 那她肯定喜欢吃甜品蛋糕之类的 今天是我的生日 想知道我许了什么愿望吗 清纯甜美风应该是很多男孩的暗恋对象吧 那知心姐姐穿着针织长裙 戴着一条白色项链 脚上穿着白色袜子 搭配毛拖鞋 这应该是居家小女人吧 所以还需要一件针织外套 头发肯定是淑女大波浪 最后戴着钻石戒指 你愿意接受我的求婚吗 我想给孩子找个爸爸 原来她二婚呀 那么你会选谁回去见家长呢 知心姐姐二婚 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清纯妹妹又太单纯幼稚了 所以只能选择中间这一位吧 诶 难道搭配错误了吗 这人怎么这么牵揍啊 用竹子碰揍她 这大长腿看着都迷人 原来是修八字腿的 那这个腿套就是增高的咯 哎呀 用力过猛了 这咋又弯了 那先把胸毛剃掉吧 诶 掉地上了 我懂了 这是头发 都是毛发 可不能浪费了 她这个牵揍脸该怎么办呢 用面粉先打层底 去世三天的朋友都没我现在白 这痘痘应该是用香把它烧掉 哪里有痘点哪里 这袋子有啥 这是照片吗 太漂亮了 眼睛都看直了 哇 眼睛真的看直了 那这嘴巴怎么办 用擀面杖把它打飞 不对 那用蚊子以毒攻毒 也不对 哦 蚊子是膝下面这个包的 好久没吃过这么饱了 多谢款待 这个洗手间有什么 有一条毛巾 擦哪里的 擦她嘴巴吗 不对 她的手上是什么东西啊 这么恶心 上厕所着急 忘记带纸了 这不会是强哥吧 这还有瓜子 给你吃 磕瓜子 锻炼下嘴部肌肉 这下大肥唇没了 还有什么东西能用 这个拉链是干嘛的 用这个给我装门牙 你人还怪好嘞 原来是补牙的 那就还差这个肚子 肚子应该是用这个擀面杖吧 擀一擀我的小肚子 果然是强哥 千万别让娜娜去堵门 何娜娜 称哥哥是我的 王妈 把门锁死 不要让他进来 那先把地板锤开 先做一道不锈钢门 耿娇娇 听说你头很铁啊 我去 果然头铁啊 那让王妈的臭鞋子上场 我脚踩锅的地方 寸草不收 这还顶得住啊 那再看一下柜子 这个是什么玩意啊 说了多少遍 进来给我穿鞋套 鞋套肯定顶不住啊 诶 王妈身上有个手机 赵管家 耿娇娇又来捣乱了 哦 他又拿顾总的手表了 赵管家竟然又偷戴顾总的劳力士 还不行 那把水倒到水泥上 做一个水泥门 家里哪来的水泥 再把柜子砸坏 做一个木门 主打一个物尽其用 还不行啊 那把照片掀开 黄金门你破不开了吧 少爷知道了 会不会打死我啊 你这头真铁啊 那就吃我一记无影脚吧 拜拜了 您呢 搞定 奶奶竟然把孙女和富家千金调换了 要让他们的人生重回正轨 那既应该是给穷女孩补的吧 我自己都养不活自己 你怎么不吃呀 那这好饭菜应该是给富家女孩吃吧 谁要吃这个呀 怎么还扔掉啊 行 女孩头发这么乱 应该给她吹头发吧 电费都交不起 谁要用这个呀 我去 啥都不行 那个剪刀给你剪头发总没错了吧 舒爽多了 谢谢你 行 那跑车就给富家女对吧 开快车 把腿撞断了 妈爷 什么情况 难道电驴车给你骑才是对的吗 谁要开这个 很丢脸哎 好像也不对呀 那情书肯定是给你的吧 我就知道 我的魅力无人能挡 那这些书本应该是给穷女孩读的才对 去读了大学 还拿了奖学金 这怎么还并微通知了 这女孩看起来就营养不良 应该是她病了吧 真是麻绳专挑戏处断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怎么还来亲子鉴定呢 那肯定是这个穷女孩的呀 原来我才是你的女儿 哦 便有钱了 哎 怎么失败了 剧情不对吗 都这么穷了 还要交学费啊 那先把鸡蛋卖了吧 土豆也能当主食 还便宜 外面还养了一只猪 把它卖了吧 把猪卖了 能抵一部分钱 窗外还有一只鸡 也只能卖了吧 老母鸡也能卖点钱 这太可怜了吧 那这妈妈只的衣服 也只能卖了吧 只好的衣服 能卖点钱 还有爸爸的大棉袄 也只能卖了呀 衣服由身上这套就够了 冬天不就要挨冷了 可这还欠很多学费啊 难道棉被也要卖了吗 我们小时候都这么睡 不冷 这还怎么活啊 那你手上的大烟 也要卖了吗 把烟借了 能省点钱 这啥都没有了呀 难道外面的庄稼 也是你们的吗 反正没猪了 拆出来的瓦片 也能卖点钱 天呐 这样学费还不够 爸爸能不能去借一点啊 我去找乡亲们借了点 他们都很支持你上去 那妈妈能去借吗 不可以呀 可这还差一点学费啊 这关玩得好难受啊 真找不到哪里值钱了 大象应该坐在冰箱里 大象坐冰箱不是很合理吗 这头羊头发卷卷的 他应该要来烫头发的 烫头我只烫998 这只熊猫拿着叉子 它是来吃火锅的 没见过熊猫吃火锅吗 这猪坐哪里呀 哦 它的尾巴插在插牌上 是不是给我插错地方了 这有只鸡 鸡和篮球肯定是绝配啊 诶 不对吗 哦 应该把背带裤放到座椅上 别拿我背带裤啊 这样鸡就会过来了 打篮球谁能比得上我鸡哥 现在是牛 牛的话应该就是在这个水桶上了 谁不知道 我外号叫拇指哥 这回是青蛙 直接给他冲气吧 别打了 快炸了 猴子 猴子作闹啊 哦 红绿灯 红色屁股 你一直盯着人家屁股看吗 现在是哈士奇 他喜欢拆架 要做不锈钢的椅子 靠北 咱们咬不动 这老鼠简单呢 老鼠洞这里 诶 不对 哦 先给老鼠洞掀上金边 金色传说 这样就可以进去了 叔叔 我只用带金的 这还有一只蜘蛛 肯定要先给蜘蛛网掀上金边 金色传说 让猪猪上去 人家就是喜欢这些金闪闪的嘛 那这长颈鹿脖子这么长 应该把窗户打开 让它坐在椅子上头伸出去 假牙都要被吹掉了 可是这还有一条狗 这已经没座位了 它应该坐哪里啊 白蛇药酒终于孵化出了美女 选择看还是不看 这肯定不能看啊 怎么变成了一条蛇 完蛋了 是不是我的操作错误了 白蛇药酒变美女说明书 那先把酒倒上 真的能变出美女 我是不太信 再加点水 加点水 这水咋是黄色的 然后把窗户给封上 关窗遮光 不让别人看到 对了 它很害羞 把屏风拉上 拉上屏风 它就不会害羞了 美女好像出来了 这里看和不看都不行吧 能把衣服拿给它吗 我怎么在这儿 终于成功了 我没有力气了 先躺会 你别乱动 怎么多出来一个人啊 他拿着的是法杖吗 我不忍心伤害他 这边还有一副是 雕虫小技 竟敢搬门弄斧 大威天龙 这台词怎么这么熟悉啊 这个药饭碗也是它的吗 我能把它收进降妖波吗 不是 这美女是妖吗 这还一瓶酒给她男的喝 难道给美女喝吗 我去 她是白蛇妖吗 她真的是妖啊 选择收还是不收呢 能不能带回家慢慢养啊 不收 怎么变成了一条蛇 完蛋 妈呀 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如果把钱给学妹 学长 我现在是可爱甜美的元气少女 终于穿上校服了 那这床这么破 也帮你升级一下吧 之前的硬床板睡得腰酸被疼 那这么破的宿舍 也给你翻修一下 这窗户都快飞出来了 赶紧把它修一下 哇 我们也有阳台晒衣服了 这样晒衣服灰尘很大呀 外面的工地换个地方吧 终于不用听工地噪声了 还有风扇也要变成空调 终于有暖气了 这个摇摇欲坠的灯 咱们也要换掉 亮堂的灯不会晃眼睛了 室内怎么能烧火烫呢 赶紧把它换成暖炉吧 再也没有黑熏熏的烟了 你们这什么年代的水壶啊 直接换成饮水机吧 不用在下楼打水喝了 然后另外一边换成你们的学习桌 有地方好好学习了 那这个小姐姐也穿上校服吧 我不要 我报答不了你 什么话啊 这是 我不需要你的报答 还是预解系的衣服适合我 诶 学妹身上有个手机 把它换一下 我要直播挣钱报答学长 谢谢大哥送的火箭 爱你 那你也直播吧 不行啊 那这最后一打钱应该怎么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